那边监控看不到了 我得带个显示器过去 他那边是没有显示器的 去年帮他装的 一年多了 也不是说监控看不到 是手机看不到 我问他是不是路由器有人动过 他说对 那时候找电信的话 好像是换了路由吧 还是怎么的 所以他那边监控网段发生了变化 只能过来一趟了 好像是这里吗 监控 我都快忘了这里了 真的我都快忘了这里了 这不是监控坏 是你们改了 这过我不为 监控哪有那么容易坏 那人把网络改了 他肯定是学不到了 但他是正常工作的 只不过说没有 把那个数据发到网上 你们手机看不到而已 那这个干嘛呢 显示器我拿来调先共用的 你们这边不是没有吗 那这些是没有按这个东西的啊 没有啊 你们老板省钱了 所以不要这个 我现在只是拿过来调 这个我等我拿回去啊 对啊 我还给你们去找一个显示器 他主要是网络发生了变化 他没办法把数据传到互联网上 但是他本地是正常工作的 因为改了网段嘛 不过你们也不太懂 他找不到原来的网络了 你竟然说都忘记我们家了 我真的有点忘记了 有一点呢 我每天我每天都在忙 哎呦这种 这种是天天过来干嘛 监控没坏 你本地可以调嘛 只不过他没办法连网了 电信还是移动搞的 电信每次要这样 电信好垃圾哦 不要这么说 我刚我之前拍了个视频 差点被电信打死 什么原因 来 来 真的 我现在放这些点好不够回事 看见没 好的 不是弄好了 他一直都是好的 只不过我现在让让他连网 因为电信把那个网络给改了 我得让他连网 他一直都是好的 之前不是有四个吗 几个六个吗 等会我看见吧 六个是吗 只有四个 那两个月没有啊 你记错了 我当时记得也是四个主台单网络在哪的网络 一段他现在改成几段了 自动过去看看 自动过去看看 现在几段 哦 124段 你们换了路去了吧 124段了 之前的192.168.1.1 现在变成124.20 124.20的话 不不不不 对 全部一球 全部添加 连接中 连接中 一连接好了 连网了 连网了 你看了没 你们要有这瓶的话 我还可以远程教你们 也很快的 就像我这样操作 主要是你们没这瓶 我问了一下你们店长 你们店长说接不到 那能怎么办 下次那个电信的过来改的话 你要让他联系我 网端是不能乱改的 微信了 你你们之前怎么联系我的 好了 总算解决了 遇到这事你们过来解决吗 欢迎下方留言看看各位的意见